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是魏羽田 在放晚四天親民連假之後 今天再度回到了上班日 但是天氣方面受到這一道封面的影響 都還是相當的不穩定 很容易下起的局部短暫陣雨 甚至是有雷雨發生的可能性 而以上雨機率呢最大的 還是下載了中部以北還有東半部 以及山區的部分 像是以目前來講 包括了西北的沿岸這邊 像是在石門跟三隻 都受累計預料來到了20毫米以上 而到了下半天的時候呢 雖然這道封面就會逐漸的遠離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在海峽這邊 會有雲系的不斷的飄入進來 因此像是在今天晚間到明天的時候 都還是會有雨的天氣 而且降雨的狀況也是跟今天的表現是差不多 主要是下在了中部以北 東半部 還有在中南部的山區 都是有比較明顯的雨勢發生 而至於到禮拜三的時候 水氣方面才會稍稍的減少 包括了北部 還有各地的山區 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飄雨的現象 而天氣方面要更加的穩定 則是要等到禮拜四過後 一度到這個週末假期 因為開始轉吹偏東風的關係 因此各地來講 都會回歸比較溫暖晴朗的好天氣囉 而在溫度方面呢 在封面過後 明天開始就是會受到了 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在整天來講呢 包括了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是會有感的轉涼 像是呢 在白天的岡灣方面 只剩下了20到22度左右 不過最冷的時間點 會落在週三的清晨 像是呢 在北部宜蘭 地位會漲到了16到17度之間 不過對中部南部來講呢 則是影響沒有那麼的大 之後在早晚的時候 比較偏涼一些 白天的時候還是依舊晴朗 悶熱的天氣 而整體呢 是要到週四過後 可以看到溫度方面 會有明顯逐日回升的感覺 在溫度方面呢 在西半部地區 甚至是會飆到了 30到32度之間 到時候就要做好方曬工作囉 再帶你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報 首先來看到是在北桃園的部分 整體來說天氣是相當的不穩定 基隆20到22度 雙北市21到24度 桃竹苗地區21到24度 降雨機率最高可以來到60% 中部地區台中25到27度 昭華南投24到27度 遊林嘉義25到28度 降雨機率來到20% 南部地區台南27到30度 高屏29到33度 相當的悶熱 降雨機率可以來到20% 東面部的宜蘭22到25度 花東24到29度 降雨機率可以來到20% 最後是在外島地區 蓮璋15到16度 金門澎湖18到27度 降雨機率最高在蓮璋可以來到60% 最後天氣小叮嚀要來提醒大家 受到的封面影響 各地的天氣來說都是相當的不穩定 很容易下雨 特別是以中部以北相當的明顯 而還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山水方面也是相當容易下雨的 再加上地震頻繁的關係 可能會有一些的落石或者是貪崩發生 盡量還是要避免前往 以上是這集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 請看 請看 感谢观看